這個例題是有一個半徑VR的界電子球 它的電容率是ipsum 它放在一個有均勻電場的空間 現在要求球內跟球外任意1.p 它的電位跟電場 這個問題我們目前就是用Laplace equation來解 因為這個均勻電場這個是Z軸 整個XY平面上面的電場都是均勻的 因此對於Z軸來說 整個PHY角來說電場都是對稱的 所以說Laplace equation這裡 Electric potential它跟Fy沒有關係 因為每一個地方都一樣 所以它只剩下這兩項 這兩項它的通解 我跟各位講過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這個Differential equation它的通解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通解 那我們現在就要決定這A跟B它的值是什麼 這個常數值 我們用的是邊界條件 用什麼邊界條件呢 就是在球面上 球面也算裡面也算外頭 也算界電值也算真空的地方 它的Potential是連續的 就是小R等於大R的時候 裡頭的Potential跟外頭的Potential要相連續 就是相等的 第二個就是要用電位儀的法線分量相連續 因為它表面上沒有free charge 沒有free charge的話 電位儀的法線分量就相連續 這個就是Epsilon1 就是裡頭的電場 Epsilon0 Epsilon0乘上外頭的電場 那我們現在用電場等於電位的T度的負值 帶進去 這個連續條件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還有就是在遠大於R 就是離這個球相當遠的地方 它的電場呢 就跟原來這個電場一樣 它原來電場是因為經過這個地方 它會使它感應出一些感應電荷密度 那遠的地方就 這個感應電荷密度不會影響到它 所以遠的地方還是E0 因此它的Potential 就在相當遠的地方Potential 就是這個字 那V0呢 是我們假設這個表面的電位是V0 那你離它越遠的地方呢 這個電位就越小了 所以它叫減掉 越遠的地方 這個我們以前用積分做過 這個字 好 現在我們從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就知道 電位的通解裡面 它只有cosθ像 cosθ像是出現在L等於0的時候 那V0呢 就是表示是R 就是L等於0的時候 L等於0的時候 L等於1的時候 L等於0 L等於0的話 P0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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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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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等於0分之1 就 approaches infinity 就使得這個電位 它的值變成無窮大 這個不可以 因為電位 它必須是有限值 不可以是無限值 因為它不能存在 所以我們只有L等於0 L等於0 所以在裡面的時候 它就是等於V1 它就等於R等於0 因為這裡已經告訴我們 只有0跟1存在 1就是這個 1B0是0 0就是這個 1的話 就是A1Rcosθ 這個是裡頭的 那現在我們看球外 球外的話 那麼R是大於大R 大於大R 那麼在球外也是一樣 L只能等於0跟等於1 L等於0 L等於0 那麼 那麼只有這個存在 因為在球內的話 球外的話 這個不會是0 所以這個不見得是0 這個不會是0 不會變成無窮大 所以這一項還是存在 L等於1的話 那就是L等於1的話 那應該就是這一項 那我們把這個 就把它寫成 在外面我們通通通用B 所以這個是L等於0 我們用B0 L等於1就是B1Rcosθ L等於1的話就是B2 L等於1的話是這個東西 L等於2的話 L等於1 這是L等於1 1就是這一項 還有像這個 1下1就是R平方 這個常數我們就寫成不要跟它一樣 就是B2 1的話也是cosθ L等於1我們取兩項 L等於0只有這一項存在 我們現在把VRθ等於這個 這是外面的 距離在很遠的地方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來 當R遠大於大R的時候 這個值非常大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一項比起這個來 比起這兩項還小得很多 所以我們就可以neglect 只有這兩項了 這兩項要等於它 從這個式子裡頭我們知道 B0就等於V0 B1就等於-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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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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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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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3 2 2 3 3 2 3 2 3 2 2 2 Vout就是把这个诗子里头的B0带进来 B1带进来 B1是对负义0 这个还在 这个还是这样子 In 我们刚刚想是这个东西 Vout是这个 这是重写上一页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 在边界上面 电位一相连续 就是电位一相连续 等于我们要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就是这个诗子对R做偏微分 这里把Vout带到这里来 把这个做偏微分 R等于大R相等 那我们就带进来 Vin 要等于Vout 就是把它带进来而已 现在我们微分 这个一微分这一项就没有了 那这个微分就是 就是 扩五这个 成Cosensita 因为等等大家都有Cosensita Cosensita就约掉了 这个对R做偏微分呢 这个也是没有了 只剩下10 这是Cosensita 对他做偏微分就是Cosensita 约掉了 这个就是-2 R三次方 B2这个 就有这么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头我们可以解除B2来 整理一下 那我们说B2就解出来了 B2解出来我们就可以把A1解出来 A1跟B2是这个关系 那我们把B2带到这里来 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最后变成这样的式子 A1就等于这个 A2也有了 所以球内跟球外的电场 分别就是这个 我们把那个常数求出来了 带进去 那Cosensita Rcosensita 它就等于Z 我们可以用Z把它带进去 Vout 把常数向带进去 把常数带进去 就是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那我们也可以 把10Rcosensita提出来 那这里就是 这个乘一个R 再除一个R 就是R三次方 这个式子可以变成这样子 然后Rcosensita又是Z 用Z来带 所以VInside VOutside 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知道电位了 就可以球 球内跟球外的电场 我们就是用Gradient 好 球内的 是等于这个的 Gradient 我们用迪卡尔坐标 它就是 Parsure 这个东西 Parsure Z 那这项是0了 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只剩下 剩下这个 这个Z 没有了 那Eout 就是Outside的 这个Potential Gradient 这个 用迪卡尔坐标 因为它只是Z的函数 所以这项没有了 就剩下一个这个 所以它就剩下 这个就是R 大于大R 接电子球的极化强度 因为它是接电子球的极化强度 我们用的电场 就是在里面的电场 不是外面的电场 里面的电场 我们刚刚求出来 是这个值 对不对 Polarization 是等于这个 那么这里 这个凯一是等于YR-1 这个层进来就变成这个值 于是就把这个 括弧 层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它的 Polarization 这个例题我们就讲完了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 这里讲一个 界电子球 在当中 我们摆一个电偶极 它的偶极矩 是P 向量 这个电 界电值的半径是大R 电容率 电容率是Y Y就表示 它的界电常数 是YR 因为Y是等于 Y0 乘YR 那么我们要求里面一点 跟外面一点 的电长 这一点我们就用P来表示 你要求 电位 那我们现在指定是用 Laplace Equation 来解 Laplace Equation 来解 那么我们可以把 Laplace Equation 全部的 式子 用球 用球座标 写出来 但是因为这个 偶极矩 是在球星的位置 所以对这个 所以对这个 球 这个轴来说 它是对称的 它跟R有关 跟Sita有关 但是同一个R 同一个Sita的地方 周围都一样大 因为 因为这个 对它是对称的 所以说 这个 Potential 只是R跟Sita的 函数 跟Phi 无关 我们就可以把 Laplace Equation 写成这样 那这个式子 我们已经看了 好多次 它的通解 马上就可以写出来 对不对 这是它的通解 那现在我们就要用 边界条件 求Al跟Bl 边界条件 在远大于 D的地方 就是距离 这个Diple Moment 其实很小了 你想到很小 我们不管 这个P是在里头 还是在外头 你随便画一个地方 这个R都要比这个Dimension 这个Dimension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Q乘D P就是Q乘D D就是负电 跟负点点核 跟正点点核之间的距离 远大于它 远大于它的地方 我们以前做过 在第二章就做过 Potential是这个东西 所以Potential呢 就是这种形式了 这种形式里头 它只有cosθ出现 没有别的像 没有别的像 所以这个数字里头 也只能有cosθ 不可以有其他的 P1、P2、P3、P4、P5都不可以有 所以这个通解里面 只有L等于1的像 L等于1就是cosθ 那么在这种形式里头 它还是一样 它只能有cosθ 因为你在边界的地方要像连续 有cosθ像 cosθ像 cosθ像就是L等于0 L等于0 L等于0的话 它就有这个 我看看L等于1 L不可以等于0 只有L等于1的像存在 那就是A1、R、C2 还有这个B 我们就改用A2了 这个是R平方cosθ 这是在里头 里头、外头我们都有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决定A1、A2、B1、B2 这些由这个条件来决定 边界条件决定 边界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说R R 这个不是真的等于0 它就在这个 就是相当靠近它 所以相当靠近就是 它不是在很远的地方 那就是 但是距离它的距离 它还是比它大很多 那就是用我们起出这个东西 所以 我们就 我们把这两项 这两项里面 A 这个要等于这个 那么它就变成 A2cosθ R2 这个就是 如果很小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很小 这个值很小 这个值很小 R很小 那这个值就很大哦 很小的值在很大的旁边 这个neglect 这两个都neglect 就是在这里头不是 我是说过 这在里头 里头的话 这个很小 这个就很大 于是这个neglect 它只剩下一项这个 在外头的话 R可以很大 但R很大的时候 这个变成很小 这个变成很大 所以 这一项呢 就比它小了很多 就是在 大于大R的时候 这一项跟它比 小了很多 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 V因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是V因跟Vout V因是这个东西 我刚刚说 这个比它大很多 所以 最后它就是 就是等于 A2cosθ 要等于这个值了 这项没有了 就是它等于它 所以A2就是这个值 我们先来看看 外面 外面R可以 在很远 我刚刚说 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这个很小很小 只剩下这一项 对不对 于是 我们就有 就剩下前面那一项 所以 V因 要等于 Vout 当R等于大R的时候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看看 V因 R很小的时候 这个很大 这个就可以neglect 所以我们就说 A2是这个值 当R相当大的时候 很远很远的时候 很远很远的时候 就是说你距离这个diple moment 非常远的地方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正负电荷都合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就是零了 Vout 在外面的话 很远很远的话 这整个这个值 就是无穷大的话 这个值就是零 但是蛮大的时候 不是无穷远的话 那只有这一项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V in 给V out 这是里头的 这个是外头的 外头的话 刚刚说 很远很远的话 它必须去零 前面一项是有R 去R去无穷大 它就变无穷大 所以前面那一项不能存在 只有后面那一项存在 V in 等V out 当 R 等于小R 等于大R的时候 从这里我们把 cos 和 θ 约掉 我们就可以得 A1 跟 B2 的关系 A1 和 B2 的关系 A1 和 B2 的关系 那边界的地方呢 因为它没有自由电和密度 所以电位仪 电位仪相连续 那就是这个 这个值 电位仪 这是里头的 这是外头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 微分一下 这边就是把这个值 微分一下 于是 我们把这个 R 带进去 就得到这个关系 这也是 A1 跟 B2 的关系 有 A B 两个式子 那我们就可以解 A 跟 B 解出了 A1 等于这个 B2 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带入前面的 这个电位函数 我这里是注明一下 A2 我们刚刚求出来 是这个东西 于是 V1 是这一项 把 A1 带进去 A2 带到这里来 是这一项 那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把这个约到这边是2 2 带 我们这个式子 大家可以把 4 带 Epsilon 0 分之 P 提出来 那这个里头就变成 变成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一项就是这个 这一项就是这个 这是 R 小于大 R 就是借电子球里头 外头是这个东西 外头不可以有前面这一项 不可以有前面 因为外头R可以到无穷远 所以这个不可以有 只有这一项 那我们就把 B2 带进来 Potential 求出来 你看我们这两个式子 当 Epsilon 0 等于 Epsilon的时候 那就是外面跟里头的 电容率都一样的话 那就是同一个介质 同一个介质 同一个介质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 这个相等这个就没有了 只有这一项 对不对 这个相等的话 Epsilon 0 三倍月亮 也是这个值 那这个就是 无限大介质中的 偶极矩的电位 就是这个东西 OK 我们现在 就在界电质里面 我们用影像法来求电位 用影像法求电位 我们现在还没有影像 我们现在就照一般来讲 我们说Q 点点和Q 如果是在这个界面上面 就是这个界质 界面上 那它 有一种对称性 就是这个 半球跟这个半球 你画这么一个 球状的地方都对称 所以我们前面有这么一个式子 有这么一个立体 它如果在中间的话 我们可以用 Lablas equation来切 可是它现在 假如Q 不是在中间 不是在这个界面上面 是距离界面 R圆的地方 在这个界质里面 Q在这里 这个时候 你Lablas equation 就不能结了 就不能结了 我们就 我们现在就 用这个 一般的这个结法 比如说你Q在这里 那我们就看这里一点 距离R跟C大远 就是界面上的一点 那么它在这里会产生电场 这个电场 一般来讲应该是 这个没有 就是R的方向 R方向 那我们现在要求它的 Normal Component 就是这个Q 这个电荷 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场 它的Normal Component Normal Component 就是朝这一边 本来是朝这个方向的 这个方向 现在朝这一边 那么它就是等于 朝这一边的值 称上Cosin Theta 那Cosin Theta呢 我们可以用 这个三角形 零边 比上斜边 斜边 就是S平方 加R平方 开根号 开根号 那零边就是R 除上 这个是S平方 加R平方的二分之一 它的二次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但是Cosin Theta 这是这个R 我们说这个 R小R 是等于S平方 加大R平方 是等于这个 那么Cosin Theta 是R 再背这个来除 那就是R的三次方 R的三次方 刚刚是R平方 R三次方 就变成二分之三次方 好 我们现在看 它的电场是这样子 那这个电场 有什么效应呢 这个电场 就让这个 这个界电值 极化 这外面是真空的 Y0 让这个极化 极化 极化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 极化电荷 极化电荷 但你很靠近 这个地方的时候 极化电荷 就等于 这个地方的 表面电荷密度 极化电荷密度 被2Y0来除 这就等于一个平面上面 有Sigma B的分布 这个指是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就是它极化 对不对 极化 那么 这个极化电荷 它就是一层 它在里头会产生这么大的电场 外头也有 就是说你这里有一层电荷 这两边都会有电场 这边的电场朝X方向 这边的电场朝负X方向 所以界面内侧的总电场垂直分量 现在我们是内侧 它的总电场的垂直分量 这是一个垂直分量 是由它产生的 这个垂直分量 是由表面电荷密度产生的 所以 里头的电荷 电场 在界值里面的电荷 The normal component 是这两项之和 那我们就把这两项加起来 就是这个值 这个加这个 你知道这个里头的电荷了 知道这个 那里面的polarization 就是这个值啊 polarization 它是 ipson zero kai yi 乘三意义 那这个前面就可以化成这样子 那我们再把这个值 带到这里来 这就是它的polarization 界电值的激化强度 好 界电值的表面激化点和密度 因为你有这个值啊 我们就可以求它的 表面激化点和密度 它是P.normal direction的univector 这是界电值 它的normal direction是朝外 朝这个跟它的垂直方向 所以是负X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DOT的一个负Xunivector 就变成负值 这是SigmaB 你看这个等式 左边是SigmaB 右边还有一个SigmaB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等式 把SigmaB求出来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这个等于再整理一下 变成这个式 于是我们就得到SigmaB 你把这个 这里以后出过来 就是这个值 这就是这个界面上面的表面激化点和密度 现在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里面都有它吗 因为本来是有这个 你把这个带进来 整理一下就变成这个值 我们在这里不去算这个东西 这个整理一下变成这个 然后这个值 我们把这个通分一下 底下是YR加1 那上面YR约掉了 1加1 就变成2 就变成这个东西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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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al 里头的电场的Normal Component 这是表面的 Outside 就是这个值 那把这个SigmaB带进来 复复的正 整理一下 变成这个 那这个加起来 一一消掉了 两倍的YR 变成这个值 那这个值 正好就是 你如果YR拿掉的话 这就是YR NIN 所以 Out就是等于 YR 乘成这个 那这个正好怎么样 一个Out一个In 这个满足这个 电位仪的连续条件 电位仪 因为你这个表面上 没有 没有自由电荷 所以外面就是 Y0这个 里头是Y Y0 Y0跟这个约掉了 所以这两个呢 正好就是 满足这个式子 满足这个式子 这个 左右都乘一个 Y0 那这个就是 这个应该有 有向量的 这个式子显示 在界面满足 电位仪的连续条件 就是说 我们做的这个 没有错 好 现在我们就要从这个结果来看 这个是我们得的这个 Vout的结果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 通分 变成两倍的Y0 对不对 我们现在把它写回头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 Y乘上这个 是一项 然后这个乘上这个 又是另外一项 这一项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项就是Q Q 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场 我们 就是说 我们现在 随便看一点 这一点的电场 就是由它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那这个电场 这个电场有什么东西产生的呢 它就是有Q-prime 我们现在就拿任意一点 好了 任意一点 好了 应该是 我们起初是 看这一点 这一点 这是normal component out 这个 现在还不要看这一点 看这一点 在外面的电场 一个是一部分由这个产生 还有一部分 这个值 这个值就是说 你看其他都一样 它就是多一项这个东西 那这个乘上它 就等于说 这一项跟这一项 就是这个是由Q产生 这个是由另外一个电荷 这个Q-prime在这里 就是影像电荷了 它的值正好等于什么 等于负的 Y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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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Q 就是它的影像电荷 所以说这一点 在外面这一点 在外面这一点 外面这一点 当然它会影响 直接影响到它 另外就是 它在这里产生的表面激化跌合会影响它 这个表面激化跌合影响它 就是Q-prime影响它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Q-prime影响它 所以说你要去外面这一点的话 你要考虑两个电荷 一个就是Q 一个就是Q-prime Q-prime就是等于这个值 这是Outside 我们现在看里头 里头就是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里头这一点 里头这一点 它就相当于 有一个点点和Q-double-prime 在原来这个Q的位置 它的大小是这个值 你看 本来这里是1的话 就是Q在这里产生了电荷 现在Q换成这个 而且这个是正的 跟它一模一样 所以说你要去里头一点的话 现在我们是这一点 现在你要去这个一点 其实它是什么产生 是由这个表面电荷密度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电场 电位跟电场 但是我们现在表面电荷密度 很麻烦 看它的分布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当成说 这一点的电场跟电位 就可以看着有一个影像电荷 Q-double-prime 它在原来这个电荷的位置 所以它有 所以像这个问题 它有两个影像电荷 一个就是在里面 在这里 距离它也是R圆 在这个延长线上面 另外一个就是Q-prime 在原来这个地方 在原来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以后 像这一类的问题 我们要求这里的电荷跟电位 你就可以当成这个地方 有一个点点核 大小是怎么大 你要求这个地方的电场跟电位 那一方面是由Q本身产生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这里 有一个点点核 Q-prime产生的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距离跟这个一样 这个立体 它是说 这里有两个 半无穷大的 借电值 一个它的电容率是 Epsilon-1 另外一个是Epsilon-2 那么在它界面 界面在这里 那现在距离界面 左边低远之处 摆了一个电荷Q在这里 点电荷Q 现在我们要问 你现在要求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任意一点的电位 是什么 这一点我们用P X Y 来 当然还有Z Z我们没有写 第二点 第二点 这是第一点 如果你要问这个界值里面的任意一点 我们一定定它是P2 它的坐标是X2 Y2 Z2 那这个X1 Y1 Z1 X2 Y2 Z2 它是迪卡尔坐标 X轴 朝这边 Y轴 Z轴就是出荧幕的面 那么我们设定原点 就在两个界电子的交界处 那我们现在用影像电荷 我们要用影像电荷来求这一点的电位 跟这一点的电位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知道 它的影像电荷到底有几个 位置都在哪里 那么根据我们上一个例题 我们知道 如果有两个界值的话 你在这个界值的这个地方摆一个电荷Q 那么这个点电荷Q 它会有两个影像电荷 一个是Q' 一个是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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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就在Q'这个位置 Q'是在距离欧点 同样是低远之处 不过它是在界值二 那现在我们假设 影像电荷确实还是这两个 因为上一次我们这个是真空 这个是界值 现在两个都是界电值 我们就假设说 这个是Q' Q'这个是Q' Q'有两个影像电荷 不过它的值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就说它有两个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两个 利用边界条件 把这两个影像电荷的大小求出来 我们已经先假定它的位置 这个是距离欧点第一远之处 这个是就是在原来Q所在的位置 好 现在我们假定有两个影像电荷 对不对 好 我们要求界值一里面任何一点的电位 就是这一点的电位 那么它的电荷是从这里开始算 R远 方向在这个方向 那么这一点的电位呢 根据点电荷的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现在能够在这里产生电位的除了Q本身之外 还有一个它在界值二的一个影像电荷 Q'这个距离是D2 那么从这一点距离Q'的位置向量 是R' 那么我们列出它的电位是等于这个 那么这个呢 是在什么区域呢 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就是X小于零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 好 界值二 如果你要求这一点的电位 那么它的电位也是 它的电位现在是由这个影像电荷 Q' Q double'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它就是4πY0 2分之1 R 它这个位置是R' Q double' 那这个 这一点呢 它位置在哪里呢 它的X位置是大于零 就是在这个界值里面 好 现在这是根据点电荷的电位 列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里头的R' 跟R double' 就是如图上所说的 但是Q'跟Q double' 它的值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那现在怎么求这两个值呢 我们就利用边界的连续条件 连续条件 就是这两点 正好在边界上面 这个时候呢 这是原先它的这两点的potential 它的R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R 这个是指R的大小了 就是它的大小 这个大小是等于这个平方 加这一段的平方 再开根号 那Z Z是没有画出来 我们就先就算2 就用二维的空间来看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然后开根号就是它 那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一点 如果它是XYZ的话 这个大小 我们刚刚说过 它的X1是在这里 这个是指它的大小 那么这个是多大呢 它是等于 这一点 在O点来看 Q点是在它的左边 X1 就是低远 低远之处 但是P点是在X1 X1就是这个距离 所以这个距离 就是低加X1 因为X1本身是负的 本身是负的 所以这个值本身是负的 那么它其实是低 减掉这个长度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 Y1平方 Z1平方 2分之1次方 那么R呢 R'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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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就是指这个 它的大小 是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开根号 这个平方是 这个长度是多长呢 因为Q距离这里 是低远 这是正的 低远 然后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就是 我们看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低远 这个低远 OK 然后X2 我们还是看X1 X1呢 就是这个 负的这个值 它的坐标是负的 那么它的长度 这个长度 是正的 所以这个长度是负 X1 所以 所以 这一段的长度 是等于低 加上这个长度 就是减掉一个X1 低减X1的平方 其他的跟这个 一样 OK 好 那么 我们等于要算 这个 电位 这个电位 R' Double Prom R' Double Prom 这个长度 R' Double Prom 是这个长度 它是等于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这个是 这个长度 是 多少呢 这个长度 我们知道 这一段 长短是低 低 然后它距离 这一段的长短是低 P2 距离这个O点 是正X2 所以它就是等于X2 加上D 就是这一段长度 再加上Y2平方 加上Z2平方 这个我们写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要用边界条件 这个边界条件 求Q'Q'Q' Double Prom 的值 那么在界面0的地方 就是说这两点 都在这里的话 就是X1也等于0 X2也等于0 那就是这两点 重叠嘛 那X1等于X2 Y1等于Y2 Z1就等于Z2了 那我们就用XYZ来代表 X等于0 就是V X1等于0 V1 V2 X2等于0 其实现在都变成X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 R等于R R等于R Prime等于R Double Prom 这一点在这里 重叠的话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把这个条件 就是这两点 当它重叠的时候 这个都相等 都相等的时候 那就是你把这个 四字里头的 X等于0 你看X等于0 R就等于R Prime等于R 那么我们就会 有这么一个 Equation 这个代表就是这样的 一个Equation 但是里头的QPrime Q Double Prime 还不知道 我们要解它 这个我们就算是A式 一个联立方程式 A式 其次我们再看 在这个地方 就是两点都在界面的时候 因为这个界面 都是界电值 它没有自由电荷 没有自由电荷的话 我们学过电位移的法线分量 相连续 法线分量 就是D1N 跟D2N 那D1跟D2N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原来这里都有一个负号 两边都有负号 那负号就可以不写了 整个这个等式是在X等于0的时候 就全部都是X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把V1V2带进来 再微分一下 V1对X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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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把剛剛前面這個電位做這個partial derivative 我們可以得讓它相等的話 它就等於Q double prime 是等於這兩個Q-Q prime 這你要微分出來才知道了 微分出來才知道 因為剛剛這個有一個就是d加x跟d-x這個微分的話 它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這裡是它跟它差了一個負號 這個你們自己去微看看 我們在這裡不做這種計算 這個就是equation b 那麼我們把equation a跟equation b解連立方程式 這是a 這是b 這是我們剛剛列出來的 這個解連立方程式很簡單 我們寫的Q prime是等於這個值 Q double prime是等於這個值 你看這個其實跟我們前面所得的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現在假定有這兩個點電核 結果我們利用連續條件 它解出來 這Q double prime跟Q prime是這個值 現在我們知道影像電核的大小 還有它的位置我們知道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來算V1 V1裡面有R R prime Q這個我們都知道 剛剛我們已經寫出來了 Q prime我們得出來是等於這個 你就把這個 Q prime帶到這裡去 兩個都有Q 我們可以把Q提出來 4πη0分之Q 前面就是R分之1 後面就是R prime 這個乘是R prime分之1 R prime很長 我們就沒有帶進去了 那再把Q double prime帶到V2裡面來 我們就得V2是等於這個值 V1 V2 你們可以把這個值帶進來 就得到真正的這個值是多少 那麼因為這個上面的電位 我們是用這個點點核的電位 或者一群點點核的電位 然後我們也用了 1等於負的gradient V 對不對 因為我們裡頭有電位儀的法線分量 電位儀的法線分量就是Epsilon乘上E E又等於負的gradient V 所以這個自然就可以導出這個Laplace equation 也就是說我們前面這個 就等於是用Laplace equation解出來的 然後我們又用邊界條件 對不對 所以滿足Laplace equation 然後又滿足這個邊界條件 那麼這個解就有唯一的解了 所以它的影像電核就是這個 不會有別的了 就是這個影像電核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兩個影像電核來求電廠 好現在我們 影像電廠就是等於負的gradient V 它帶進去就求出來了 好現在我們看這個QPROMP QPROMP就是你要求這個區域的電位 你要當作這個電位是由Q本身產生的 再加上它的影像電核QPROMP 在同樣長度的位置 兩個點電核產生的電位 所以QPROMP是等於這個值 但是QPROMP等於這個值 它到底是正的還是負的 那就要看ε1跟ε2 如果ε2 如果ε2是大於ε1的話 這個大於它 那這個是正 那就是負了 所以QPROMP是負的 因此這點是由這兩個點電核產生的電位 這兩個點電核一個正一個負 所以你看它的電力線就是這樣子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是這樣 當然這一半我們就管不著了 就是只有這一 因為它就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影像電核是說好像有個電核在這裡 其實它是由這個地方的 聚集的表面電核密度 感應出來表面電核密度 或者激化出來的電核密度 在這裡產生的 所以這邊的電力線就這樣子 就好像這裡有個負電核 而產生的電力線 然後你在這個區域 在這個區域它只有一個點電核在這裡 這個點電核是正的 所以它就認為它的電力線是從這個點電核發射出來的 從輻射裝的出來的 所以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圖 如果Y1小於Y2的話 不是 這是Y1 本來就是小啊 我寫錯了 Y1大於Y2 這個應該是Y1大於Y2 剛剛前面那個是 是Y1小於Y2 現在是Y1大於Y2 如果它大於它的話 那這個是負值啊 負負的正啊 所以它的影像電核是一個正電核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這個一點 由這兩個點電核產生的電位 因為這兩個都是正的嘛 你看它的電力線 就好像兩個互相排斥一樣 我們只看這邊 這邊是好像有了 其實它是靠這個 極化出來的電核 然後在這邊還是一樣 它是正值 所以還是這個樣子的 好 這個地方寫錯了 這是Y1大於Y2 好 現在我們看 點這個Q分別在介質1與介質2中 產生的極化強度P1跟P2 我們要用一般的絲句 我們用ison1 I就等于1,2 那么1等于负gradient的V 所以你V求出来了 V求出来你可以求这个 当然也可以求这个 我们这里就不求它了 那你现在接着要求 它的激化体质电荷密度 它是等于负gradient的P 那这个是等于0 那我们回到前面那一章 回到前面那一章来看 回到前面那一章 你看你因为你要求的电位 你求的电位在这一点 你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封闭面 电场是这样子的 你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封闭面 就在这个区域 你不要在Q这一点上面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封闭面 它多少个flux装进去 就多少个flux装出来 这里也是 所以diverging1就等于0 这个也是一样 diverging1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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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然这个是0 当然divergingP也是0 那就表示说 这个阶值 它没有体积的 极化电荷密度 没有 因为它满足这个式子的话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种线性的关系 线性的阶值通常都不会有这个 好 那么表面极化电荷密度 它是等于P1到N1 N1呢 就是介质2 我看有没有涂出来 N1 这个是介质1 这个介质1 它的N1 就是朝这边 界面朝这边 N1就是x方向 那么 就等于P1 Dot的一个xunivector 它就是xunivector 但是是在0的地方 表面 表面嘛 但是是这个地方嘛 介质2 它就等于P2 它的P2 DotN2 这个是介质2 它的normal direction的univector 就朝这边 是负x方向 x等于0 那么我们上面 因为有 有Del 这个operator 它都有 微分的 都有这个 partial over partial r 这个功能在里面 所以它一定会有这一项 你看这一项里面 你现在把这个 这个值都是x等于0 你把这个带进去 我就不仔细去算它了 你们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值 P1有这个 对不对 有Del 带进去 然后x等于0 带进去 你就可以求出这两个值出来 V1等于这个 V2等于这个 它的影像电荷 大小是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里我们看看 E1到的这个 就是这个 它等于这个值 只有r分之1 跟r分之1 那么这个是 这都是x等于0 是x等于0 x等于0的话 你记得它就是 前面那个x都是0 那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两个 加一加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SigmaB1 就是P1.N1 然后这个 Y1-Y0 乘上这个 这个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你就把这个 乘在这里 就是这个值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算出 E2乘上负的 这就是N2 那么x等于0带进去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再把它带到 这个值子里头来 乘上这个 这个就是Sigma2 所以它的总的 界面的总表面 激化电荷 因为它两个表面 都有激化电荷 密度 它就是 这两个激化电荷 密度之和 就是前面这两项 加起来 这个是负的 所以整理一下以后 就变成这个值 我们要休息一下吧